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的8月14号星期六 中国理工科博士的数量在加速赶超美国 美国乔治成大学安全与新兴技术研究中心发表 当然他就跟美国财政部部长耶伦出来 说什么川普对中国加征关税和中国签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对美国不利 实际上就是拜登政府想要把川普那时候政策全部都反展过来 开始就说铺路从理论上从舆论上开始了做这种宣传 做前期的准备 主要的目的是什么 他说乔治成大学安全与新兴技术研究中心发表了一个学术论文 说2000年从美国大学毕业的理工科的博士人数约是中国的两倍 到了2025年中国约有7.7万名理工科博士的毕业生 几乎就是美国的两倍了 如果再排除美国的外来留学生 就是说因为美国的博士生主要都是以外来为主 这也是事实 美国自己人一般他不太喜欢读博士 前两天有个朋友 我说他们认识一个朋友的孩子考上MIT了 我就问是本科还是研究生或博士生 然后他说是本科 我说本科那里真的是牛 因为美国大学的这尤其是这种常用藤 不当然MIT不是常用藤 就是常用藤级别的 因为斯坦福也不是常用藤 对吧 MIT也不是的 但他都是这种级别的 这种学校来讲 其实本科是最难申请的 因为美国人也想上 你知道吗 越往后越容易申请 就是说跟 当然这种学校本来 这种学校没有好申请的 只能说做比较 就跟实质无名指一样 对不对 你跟小木质比哪个都长 对不对 但是你要跟中质比 它就短 好不好 我不是说容易申请 我是说如果跟他的本科比起来的话 他的研究生和博士生 比他的本科 对比本科 我知道一堆矫情货 对比他本科来讲 就好申请的多 所以中国留学生来美国留学 你就会发现 如果直接进长用藤读本科的话 这蛮牛逼爆了 知道吗 但如果申请他的研究生和博士生 相对来讲 就我反正比本科生要容易多了 当然这个有很多人不懂 但是我想申请过的 留学生一般也都知道 因为我曾经尝试着申请过哥伦比亚的本科 然后也没申请上 对不对 不过也感谢哥伦比亚 因为我一同学去了之后 我那惨不忍睹 别提了 我以前讲过 然后去了之后 他要的语言跟我们还不一样 你知道吗 我一个同学去了 那读了四个学期 也不五个学期的语言学校 然后他的语言学校有多贵 你都不敢相信 他的语言学校 我忘了是一年两万美元 还是半年两万美元 他读了五个学期的话 花了多少钱 反正他有一个托福的分数要求 哥伦比亚的托福分数 好像超过一百分了 我认识那个人 考了个八十多 一直没到九十 没到九十进去之后 就要读他的语言 读他的语言 他的语言可难读了 且读不出来了 两万美元一个学期 好像是读了四个 也不五个学期 就光读语言学校 读了十几万美元进去 你知道吗 所以感谢哥伦比亚的不招之恩 我要进去 因为我们学数学系的 我们对啊 我考托福 我也考不到一百分 这是事实 托福要能考一百分以上 还是真是 得有点水平 得有点水平 我老婆考过托福吗 你考了多少分 一百多 我老婆考了个一百 他满分多少 一百二是吧 一百二 你当时考了个一百几 还记得吗 我记得不记得具体 反正基本上能超过一百就够了 不然 不然咱学校也不要 哦 对 而且我是文科 哦 对 我还考GRE 对 我想起来了 对 我后来跟咱学校一个同学聊天也是 然后我 我说我那朋友考哥伦比亚 就考了个八十多分的托福 你知道吗 我说跟我们水平差不多 然后我们这去了之后都送死去了吗 在那里读几个学期的那个语言 然后呢 我那朋友有点反正瞧不起他一个 然后我说 我说你考了多少分 一百多 我说啊 我说我靠 怎么你们都挺牛啊 动不动都考一百多 能看看我 我操 咱学校要求就一百 我校要求跟哥伦比亚是一样的 我校在纽约就是纽约排名第一的公立校 所以他整个张教校跟哥伦比亚一样 当然有的人就说 那你我靠你校要上那么高 你怎么进去的 我当时已经是拿完绿卡了 我先拿了绿卡 所以我是作为本地生上的 然后我不是呢 这来讲呢 我也得承认 对不对 我们因为如果我按照国际留学生的标准的话 我想考进去的确是比较难 但是你如果当一个美 就为什么你知道吗 你看这个中国学生来了美国 知道吗 如果是父母来了移民 只要拿了美国身份 他上学就比你中国人直接申请要容易的多 我也是这样 因为我当时已经拿了绿卡了 所以我进去的时候 他是按照美国的招程标准招的我 所以我当时他没有要求我的投入成绩 你看 这个没有办法 这个真的是 所以当老的 后来我跟我笑的中国人生 中国的留学生聊聊 结果就都是 对 对 我想想想 我老婆也考了 对 必须考100分以上才能进 我们要我们都进不去 这也是的确 这是事实 好吧 咱们接着聊 刚才从哪儿 这个跑的题 排除美国的外交流行生 因为博士生来讲 美国的外交流行生比较多 那么用本土的 就美国本土数据比较的话 中国理工科的博士毕业生 到2025年将是美国的三倍 比美国多三倍 那么结论是什么 结论就是 美中两国理工科博士人数的差距 将直接损害美国未来 长期的经济发展与国家安全 这是他的结论 那么怎么来改这个 还有就是说怎么造成的 谁是最为祸首 原因是谁 主要就是怪川普 这就是他主要这段文章的目的 就是怪川普 说2020年5月 时任美国总统川普签署了 第10043号总统令 暂停和限制 与中国的叫军民融合发展机构 有关联的中国公民 通过RF或这类签证的进入美国 进行研究生以上 学位学习或者从事科研 就是说算是有军事背景 这个都不要对吧 那么乔治腾大学评估 那么整个中国受到的川普 这10043号总统令 影响的赴美留学生 占了中国来美国 总人数的16%到27% 所以大量的就有军事背景的 这些留学生 那说说拜登政府 现在继续遵守 因为要不遵守的话 就要取消他 对吧 继续遵守川普的 这10043号总统令 那么拒绝了 已经拒绝了500多名中国留学生 赴美签证的申请 就刚今年 拜登上来之后就半年 从1月份到现在半年多 所以他就说 就说从理论上 从数据上 从这种舆论上 为拜登来取消川普的 10043号总统令 做准备 耶伦不也是这样吧 耶伦是要取消 美国对中国的关税等等的 当时拜登一上来 我就说拜登最后 肯定会把川普对中国 施加的所有这些不利的东西 全部都要把他屏除下去 包括这次谢尔曼到中国 王毅和谢峰见了 谢尔曼也是提这个要求 就是说要把川普的 10043号总统令 要取消掉 对不对 不是给他一个任务清单吗 让他去完成 就是取消所有的 比如说什么 针对中国公安部门的 国安部门的 军事背景的 这些留学生 全部都拒签 那么要 但是你要明白 就是说有公安背景的 有国安背景的 有军事背景的 这些留学生 全部都是党国的人 能不能 要么就是自己 要么父母辈 都是跟党国是有关系的 这都是党国的这种 二代们 对不对 这样来讲 对党国的影响 非常的严厉 这个实际上就是 在帮他做 这种理论上的和数据上的 因为这是大学 来到理论上和数据上的 这种宣传 然后大家看 CNN CNN就是属于舆论工具了 舆论工具开始 做这种舆论宣传 CNN发表文章 说川普将中国顶尖学生 拒之门外的政策 对美国的伤害 远远的超过了 对中国的伤害 这是在舆论上做准备 说美国超过三分之一的 国际学生来自中国 也就是美国的 所有的国际留学生里边 每三个里边就有一个 超过三分之一 每三个必有一个 是来自中国的 如果美国继续延续 川普拒绝中国留学生的政策 将对美国的学受严重质量 造成打击 同时帮助中国 实现人才归国的目标 这是CNN和乔势成大学 就是说 从这种理论数据上 从大学 从学术权威 到舆论工具 舆论喉舌 一起为 就是说这次谢尔曼 去中国 王毅还好 也好 谢峰也好 给拜登拿的任务清单 做准备 对不对 好像任务清单 就几点 一个要取消对华关税 另外一个取消 所有的签证限制 这个就是其中之一 耶伦是为取消对华关税 做准备 所以我就说 到年底之前 我相信从七八页 现在开始 从舆论上 从数据上 从理论上 做准备 到年底之前 应该陆陆续续的 把这些都取消掉 这样子 因为拜登 现在也着急 因为再不弄的话 后边可能 他儿子的各种视频 就出来会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对不对 习近平不断的 极限的在施压他 对吧 就这么一个情况 所以为了他儿子的 大白屁股 要不然老子 老能看他儿子的大白屁股 你说这受了吗 对不对 儿子还是挺白的 跟拜登一样 金色的毛绒的大腿 那咱们说说吧 说是不是川普 这个就不对 他们说的是对的 我觉得其实我个人来讲 我不这么认为 这些人如果不能来美国 留在中国的话 我觉得对于美国来讲 不见得是一个伤害 对于中国来讲 也不见得是个好处 他们都认为 这些理工科的 这些博士生 如果在中国 不在美国的话 就会对美国有损害 对中国就有帮助 我觉得任何事物 他都有他的两面性 比如说六四的时候 冲在最前沿的是什么人 实际上就是这些人 你懂了吧 那么这些人 原先他们有机会 能够离开中国到美国来 然后来了之后就再也不回去了 我们都知道清华大学 当然清华大学 才有资格 才有资本 清华大学理工科的毕业生 来了美国 从清华大学毕业的 有清华大学教育背景的 到了美国来了92% 也就每10个人 超过9个都留在了美国 当然这种比例 也只有清华大学 到其他学校根本没有实力 清华大学的92% 所以你就知道 这些人来了之后 从来那一天可能就想好了 爷就不回去了 爷来的跟我一样 我们来的时候就想好了 我们就不是留学来的 我们就是移民来的 对不对 你说是不是有移民倾向的 这种东西不能自证其罪 对不对 对吧 所以就 就是这么个意思 那这些人说实在的 来了美国 没有留在中国 对中国我觉得是一个好处 你就像我这样的人留在中国 都是不稳定因素 对不对 以后真的搞个运动什么的 就我们这帮人就光在那扇动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中国真的 如果能把这些人都送到美国 都滚蛋 然后就是说 所谓的 叫什么资金流失 还有就是脑流失 就是把这些 就是比较就是说 所谓的这种追求自由民主 追求普世价值 这些人都轰到美国去 别留在中国的话 我觉得对于中国 就是说 避免一些像六四那样 运动商是有好处的 而这些人大量的 美国不要都给扔回中国来了的话 这些人对你觉得 你以为他们回来之后 都跟奴隶一样 金银银银的 为你共产党服务 为你怎么样 但是真的有点风吹草动 搞点什么运动的时候 这帮人全部都是这种不安的因素 民可使之之 不可使由 民可使由之 不可使之 当然这个话是不对的 这个话其实不见得这么理解 但是中国就愚民政策 从秦始皇到老毛 其实搞到都是这块 都是愚民政策 你懂吧 其实中国不需要这么多聪明人 这么多就是说有想法的人 这些人回来之后 其实不好说 这些都是不安的因素 包括中国的企业家 你到现在你还看不明白吗 实际上习近平也好 中共当局也好 中央共产党也好 对这些民营企业家 实际上是有防范的 从心理上来 对这些人是有这种 潜意识里是有隔阂的 是不认同这些人的 总是认为这些人 对中国共产党的统治 是有伤害的 所以到了一定的程度 你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 你必须要退休 你必须要离开 你开创的企业 要换到其他人 因为你在待久了之后 你可能反过来 对政治有营养 对中国共产党有伤害 这些博士生也好 审美也好的 其实都是如此 所以你不要以为 这些人去了之后 共产党就百分之百 在相信他们 或者是怎么样 老婆怎么 没事 我还以为出什么事了 没事 你不要以为 就是说会有什么 这种就是说好处 这个东西不好说的 这些人回去之后 有可能有问题 最后中央共产党亡 可能最后亡党亡国 就亡在这帮人手里 可能最后就这帮人 推翻了中共的一党独裁 一党专制 以后搞个运动 这帮人绝对是冲在前面的 所以首先来讲 这个就要想好 另外一个 你要承认一点 这些很多人来了美国 在偷技术 这是事实 美国抓到很多 他们来了美国 偷的技术 用硬盘 用什么的 想办法带回中国去 当然他们也不是说 一定的报效祖国 怎么知道 有些人会拿点技术 换点钱 给自己提高 提高一些 什么千人计划 对不对 千人计划里边 现在抓的抓 自杀的自杀 已经死了好几个 张首胜是不是 千人计划的 是不是就跳楼了 是吧 所以你就知道 就是说川普说 这些人偷技术 当然不能说百分之百 都偷 但是多多少少 都有一点 对不对 其实千人计划里 这些人都大量的 从美国带技术回去 所以这个来讲 对于美国 真的就是好事吗 拜登又希望 这些人来接着 偷美国的技术 实际上中国这些年 军事发展 还有科学技术的发展 很多都是拜美国所赐 都是从美国这 拿回去的 我不知道CNN 和乔劳城大学 有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还是只有川普 看到了这一点 另外一点 就是说 中国出了这么多的 这种理工科的博士 真的是好事吗 其实我觉得也不见得 这些人能不能物尽其中 我看我更不见得 我以前认识一个学生 一个特别好的 一个好的小伙伴 他是清华大学 航天航空工程毕业的 然后他当年考上清华的时候 他上的是清华的研究生 航天航空工程的一个研究生 他们那一届 不是光他们这个班 光他们那一届 全中国只招收了四个女生 他们是个和尚系 那个里面99%都是男的 都是老爷们 清华大学的航天航空工程 只招了四个女生 他是其中的之一 那么你就觉得他出来 当时他考上去的 我就说我说你将来怎么着 你打算就是说 给航天飞机造个厕所 是不是 我不知道你们学这东西 是不是 但是最后做了什么 最后从事了房地产的开发工作 做了房地产的相关工作 所以你就明白了这个意思 就是什么意思 你以为这些人出来之后 都是搞什么科研 搞项目 怎么着 实际上不是的 他们当年考这个学校 只不过就是为了将来 能找个好工作 能多用点钱 然后最后就是看到哪 还是挣的钱多 就去哪了 搞科研 很辛苦 很清贫 有一些科研不太能 当然也要看什么项目 有的项目拿着钱 有的项目拿不着钱 因为你刚出来了之后 你也要找个老板去干嘛 对不对 有一个教授或谁的立一个项目 再搞研究 你可能就进去 你刚进去的时候 可能就是给人打杂的 对不对 帮人做的实验 做的研究 做的记录 不然你以为去了之后 哪个都是科学家 他不是那么回事 你知道吗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很多其实最后受不了那种 就是说清贫 没有意思 还不如出来找个企业 什么的 你知道吗 所以我觉得中国所谓的 理工科博士生数量 急剧增加 也是内卷化逼的 你包括在美国 我们认识多少中国留学生 本科毕业了 出来找工作 找不着 不想回国 那怎么办 接着读研究生 研究生毕业了 出来找工作 还是找不着 找不着怎么办 接着读博士生 博士生出来的毕业了 找工作 还是找不着 那怎么办 留在学校教书吧 对吧 多少人都是这一路被逼过去的 你懂这意思吗 你以为是怎么着 谁不想找到了出来 你想如果本科毕业了 出来 能找个30万美元 年薪的工作 基本上就没人回去再读书了 他主要就是找不着 对不对 所以其实都一路被逼过去的 中国也是 这就是一个内卷化逼的 逼到了这个份上 那这个东西 我不认为这种东西 数量的这种堆砌 就有什么好处 你到最后 你不尊重知识产权 他研究了半天 最后也是给别人用 然后他也能挣不着什么钱 没有人给你搞 搞这个东西 所以这些人来了之后 我说的实在 乔诚成大学 何森觉得好像利大于弊 我个人觉得 弊大于利 我个人认为 其实利大于弊 首先杜绝 他们来偷美国的技术 其次这些人都是希望的种子 将来中国能够结束一党中财 全靠这些人了 而且尤其是再加上内卷化 读了这么多年书 然后付出了这么多的辛苦和努力 觉得自己出来之后 然后留在学校教书 然后就是能够出人头地 结果后来学校怎么着 这个什么不进作退 然后最后一个个都变成屠夫了 后来发现学校院长教授 都去买防割博的微博 买个微博 微博里带个帖 搁在这儿 防止被割博 听过这个吗 以前不讲吗 对吧 上海已经搁了两个了 然后都是这些什么理工科的博士生们 对不对 所以你就知道 而且好像是不是其中这两个 是不是都有海外留学背景 还是只有一个 有人有一个应该有海外留学背景 一个是在中国上的 都是理工科的博士生 对不对 就是在内卷化之下 我说的实在的不拿起屠刀来 去各院长都不错了 你还想怎么着 对不对 经过几年竞争之后 都是失望和绝望 然后希望社会变革 所以反正我个人观点是这样 当然我也明白 拜登有他的压力在川普的很多政策 让中国极为的不满 而且对中国伤害比较大 中国也觉得这帮人留在我这儿 早晚是个祸害 希望拜登把这些人都接走 所以拜登就想赶快把川普这些东西弄过来 所以在理论上 在数据上 在舆论上 为自己做准备 好吧 那这些事情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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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